對 因為二三十年前也很保守 能約到你出來 沒有 就約到你出來吃飯 講不及了 抱歉 不要亂講話 那個時候都還這樣子 頭髮夾起來 捲捲上 那個年代 對啊 反正就約到你 已經不是你吃飯 看電影了對不對 我心裡其實對這個男生 是有好感的 所以搞不好現在 我就不是江夫人了 我真的是有好感 那個是臨門缺一角的那種 結果就在覺得不錯的時候 她的朋友跟我講 說其實他們是一票男孩子打賭 看他約不約得到我 結果真的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很生氣說 妳就是一個賭注 我是個BET 我想說怎麼這種事情 是那麼誠心的 怎麼可以這樣 我就很生氣 糟糕 這愛情故事 後來那個男生跟我講 一直跟我說對不起 他後來本來真的是開玩笑 可是後來他說他真的愛上我 可惜這種玩笑不能開 我已經不愛你了 因為我覺得太幼稚了 他現在處境怎麼樣 我們都那麼老了 然後什麼是成年往事 如果他藉由Facebook再回頭說 當年的玩笑 我現在還有一個機會嗎 我覺得可惜吧 因為後來就是這樣 後來我真的很生氣 就忍他一個月 一個月後我就認識施藏 我就完全忘了這個人 這個時間 太關鍵了 對 因為如果我跟他 有繼續交往下去 我不會去相親或 就跟施藏去相親 可能我就會走另外一個方向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很生氣 不理他 我才會接受朋友安排 去相親施藏 對 也是 所以玩笑不能亂開 真的 哪一段這麼好的女孩 沒有啦 沒什麼好 可是這樣聽起來 玩笑開了結果更好 對啊 他現在應該很好 沒有啦 沒有 我覺得 我相信他也幸福美滿 只是說這種玩笑不要亂開 對 變這樣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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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Yumi說說 我覺得情侶間不可以就是 亂說的話是 我媽要我們分手 她覺得妳配不上我 真的 這嚴重 對 尤其是假設 已經關係就已經很不好了 這很容易會當真的 對啊 像我好朋友跟她男友媽媽 就是一直處得不好 而且她們兩個在一起兩年 只見過一次面 她跟她媽只見過一次面 因為她媽第一次看到我朋友 她就不喜歡她 對 然後有一天就她那裡 就忽然傳一個訊息就說 我想 我覺得我要跟妳分手 因為我媽覺得我們兩個不匹配 然後我朋友看的時候 當下她就很生氣 她就回她說 果然是這樣 妳媽就是不喜歡我 妳不能沒有妳自己的主見嗎 妳這個媽寶 好可憐 結果後來她又看到她男友在下面寫說 我跟妳開玩笑的 然後可是我朋友真的覺得說 這一定是真的 因為 不可能無中生有 因為她有聽到這個話 然後後來她們兩個就這樣吵一吵 就真的就分手 對 因為這種真的不能亂說 這可幸運太高一點 對 真的 因為扯到長輩真的會很容易 往心裡去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就是這樣 因為她說她的男朋友 很愛跟她隨隨一點 就念說妳哪裡不好… 那有一次真的 就是有一點點火大 又有一點半開玩笑 跟她講說 我媽還不是也不希望 我們兩個在一起 妳也配不上我 我就只是半開玩笑 跟她男朋友這樣講 我跟你講之後妳知道嗎 她只要就是跟她女朋友 這樣一起出去 碰到她媽 她說我那個朋友女生 她就說她只要跟她媽這樣子 就是講一個小話 妳知道她男朋友回去跟她講說 幹嘛 妳剛剛跟妳媽那邊講什麼 又看不起我 就是會這樣子你知道嗎 因為已經埋在心裡了 但她其實 當時她沒有覺得這句話很嚴重 她只是覺得說 就只是開個玩笑 可是她太常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 就覺得每次為什麼回來的時候 妳都要這樣跟我講 我跟我媽就是一個小動作 妳都要懷疑說 我們兩個在不看好妳 她就覺得怪怪的 後來真的也是像Yumi講的 後來這男生跟她分手的原因 就是覺得說 好啊 妳就去當妳的媽寶 反正妳媽也看不起我 就是我就是沒前途 妳知道 後來兩個人就分手 就真的是誤會了這一句話 然後埋下一個種子 然後就真的最後分手 所以很多弄假成真 對 扯到媽媽剛剛講 那可信對不對 真的 會變得很好 另外一半會多想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女生 開這個玩笑 有時候是希望能夠 上進 沒錯 可是有些男生 可能就是會記仇的 你知道我一個女生朋友 她就是為了激勵她男朋友 她就跟她 有一天就跟她男朋友說 我媽最近在幫我介紹 一個阿姨的兒子 她跟她男朋友 已經交往兩三年了 然後男朋友說 妳媽不知道 妳跟我交往是不是 她說 因為她男朋友是學美工的 她說我媽說 學藝術的小孩子 就是沒有未來 她覺得我要是嫁 吃不飽 她覺得我要是嫁給妳的話 我會辛苦一輩子 其實她當下 她只是想說開個玩笑 能不能激勵她的男朋友 去轉行去做別的 那個男的妳知道整個就 她覺得她被傷到 然後她就一直記得這句話 包括後來那女的跟她說 其實我剛剛那只是開玩笑 可是男的就覺得說 妳媽一定從頭到尾就是瞧不起我 後來他們隔了一陣子之後分手了 分手更好玩的是 男的後來就是學美工 她就去學設計 就算是還不錯的一個室內設計師 五年後她碰到了那個女朋友 她跟她說 還好我當年沒娶妳 好傷人喔 她說我如果娶了妳 我今天不會有這個成就 一個玩笑話 男的記了五年耶 太傷了 真的 她應該就跟送飛 會記錯 會記 對 所以不要以為不會記 可是也激勵她 對 激勵她而已 另類的激勵 對 因為我覺得 凡事跟自尊自信羞愧丟臉 會讓別人有這些感覺的 通通不能開 那這句話之所以開的 那個嚴重性很高是 當她爸媽媽講這句話 別人會覺得 所以我覺得她在心理上 就真的會覺得 自己是不如人 不如情人的 我不如別人的 所以這種被貶義的 我覺得玩笑不能開 因為這種她真的會覺得 你是真的這樣感覺 你不是在開玩笑 對 好 還有什麼玩笑不能開呢 心理 我覺得還有一個情侶 絕對不能開就是 我曾經拿過小孩 我還要 好可怕 我一個男生朋友 他最近就在跟我抱怨這件事情 他又說 他最近剛交一個女朋友 有一天他們就聊到說 你跟你錢哪有怎麼分手的 沒想到這個女生 就開始心事重重的說 其實我之前跟我這個前男友 有一個小孩 但這個男生不想要小孩之外 還都是逼我是把它拿掉 然後醫生說 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生了 然後生淚俱下這樣 然後說我沒有辦法生 你還要繼續跟我在一起嗎 然後這個男生當然也是傻眼 但當下也只能安慰他說 沒關係啊 我們就是還是繼續在一起這樣 然後沒想到那個女生 就馬上臨一遍說 我就知道你最愛我了 我騙你的啦這樣 然後男生就傻眼了 他就覺得說 女生有可能拿這種事情 來開玩笑嗎 對啊 然後他就 他現在就問我說 女生真的有可能 用這種事情開玩笑嗎 還是是真的 他現在就一直毛毛 我就覺得說 他女友是不是真的 就是有拿過小孩這樣 其實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曾經就是 讓我沒一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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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馬上 他好會記仇 對啊 而且他會趁那個中間 碰檔有沒有 標一句出來 你說他是說對了 對 小烏龜還是比較單純 他故意趁你講趁亂講一定 對啊 就是我一槍 因為你剛剛也認同我嘛 對 真的 沒有啦 你沒有這件事 不是 不是 我的 不是 我的 好像真的有一樣 我在這邊鄭重的生命 他沒有拿過孩子 我要拿的話 我就不會嫁給我老公啦 對 就是懷了就嫁他啦 對 我懷疑了對不對 沒有 沒有 然後讓他覺得 有理說不清 沒有 好啦 沒有就是沒有 我們那個時候 其實因為我也結婚了 幾個姐妹都結婚 剛好有一個沒結婚的 他就是才認識一個男生 你知道女生有時候很無聊 我們就會想要測試說 他男朋友才跟他認識 到底是不是真的愛他 然後我們就讓 其中一個姐妹的小孩 大概才五六個月 我們就叫他有一次 去跟他男朋友約會的時候 抱著那個小孩 然後我們就故意要他測試說 如果男生知道你懷過孕 生過孩子 然後跟孩子的爸沒有在一起 他會不會接受 如果他真的接受你 就代表他是真愛 對 但是呢 這玩笑 對啊 好無聊 就是一個 真愛無關吧 對啊 我們就在想說那個男生 他是不是真的愛他到 願意接受他的孩子 結果他就真的抱了 我們其中一個姐妹的小孩 就去了 他就跟男朋友說 那時候才交往三個多月 他說其實我有一個孩子 已經五個月了 那這是一段 不是很開心的一個過往 如果說 你真的要跟我交往 我還是希望讓你知道 我有這麼一個孩子 然後男的當下 其實也裝著都沒什麼事情 鎮定 對 然後也吃完了那一餐飯之後 就沒有再 沒有再接受我電話了 這個結局是他異想不到 異想不到 然後我們也傻眼了你知道嗎 那個也是年輕人嗎 那個人 年輕人 然後大概差不多 會不會當下就說 早說了 大包小明出來就愛你了 我也沒有 對 大包小明出來 爸爸我都唱過多好久了 好熱喔 好熱喔 因為我朋友大概2223 那個男的差不多30了 但我們認為成熟的男生了 對 我們沒有料到男的 就不接電話了 然後隔了半個多月 女的我朋友才打通 才跟他說是我們大家開玩笑 可是我覺得也很好 後來就是 可能真的沒有那個緣分 對 你不能把每個人都當聖人吧 對 那個男生後來就是 我們也害了我們姐妹就是 真的 可是我開過同等級類型的玩笑 而且是我本人開的 就是你知道 誰沒有荒唐的年輕過 然後年輕的時候 就是愛跑夜店 夜生活 然後愛喝酒 然後我的個性又是那種 就一喝起來 就喜歡跟你拚得迷思我活這樣 對 然後當時的男朋友 就是在旁邊說 天啊 你酒量怎麼這麼好 然後我就悠悠 就是很認真地回來了說 因為我以前當過酒家 你不知道嗎 很認真地跟他講 然後我男朋友說真的假的 他的臉就垮掉 我說沒有 開玩笑 這當然是練出來的 就開始解釋 可是這件事他就放在心裡 我都不知道 然後過大概大半年 他突然有一天在家裡 他就說 你是不是真的有做過 不敢告訴我的行業 我就 因為我也忘了這件事 因為是開玩笑的 他一直記在心裡 對 然後我說什麼意思 你要不要講清楚 他說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某某酒店上班 他說你跟裡面的Julie 還有LuLu是好朋友 然後我就到時候變成我 變成我生氣 因為我想說 你怎麼會當偵探 然後記這麼久 就說我一邊很生氣 一邊我還要當偵探 去把我那一段時間 他懷疑我當過酒家人那段時間 所有照片跟我生活電梯 挖出來給他看 他來相信我沒有做過這件事 這玩笑真的是 國幹 真的 你是要去當那個 國幹 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 因為有些人他真的會把一些 不可思議的事 假才在笑話裡面 說出那個事實 然後希望可以過關那樣子 所以有時候你這些笑話 會讓人家誤以為說 你是在玩笑中把事實講出來 第二個我會提醒一下大家 也許你事後說 我這是假的 但情緒的感覺是真實的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大家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 情緒有記憶 所以你即使事後跟人家說假的 我沒有做過這個行業 我沒有做過這件事 但他那個情緒的感覺太真實了 所以他之後就會延宕到 之後你的江主跟交往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感覺 會不會真的 會不會真的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有一些玩笑 他太震撼之後 還會有一個 就是那種民科的那種記憶 因為太震撼了 所以有時候真的會覺得 恍惚 恍惚中會覺得那好像真的 對 你結了婚了 大部分的女人 是沒有辦法接受 老公有外遇過 他就覺得 我來測試一下我老婆 他那天他就是 很安心跟他老婆說 其實我們結婚這五年當中 我有外遇過 但是很短 因為我後來告訴我自己心 我不可以這樣子 結果他老婆幾分鐘之後 走下去跟他老公說 你去年去日本出差那五天